这一台是我们家的汽油机板双几头组合棚化机 今天是2024年的6月2号迎来了我们河北洪水的一位用户 来场实际考察选过了这款机器 我们现在就开始操作 让大家看一下这款机器是如何操作的 先操作我们的杂粮机头 把我们准备好的原料玉米参倒进我们的机头里边 看一下这个盆子里面活的是个小面团 这个面团是用来饮料的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是怎么操作的 开始我们的操作 打开汽油机 把我们活好的面团倒进机头里边 拿个小棍子往下面储 现在出来的这个是我们的面团 面团出干净以后 打开我们的料枣 让原料慢慢的下来 一会我们的面团就会带这种原料出来的哦 看一下已经出来了 这里是面团然后前面后边一点点带给我们原料都出来了 这个就叫做饮料哦 可以饮料成功 料出来以后把我们的料斗加大 直接扭这个黑色的小旋扭就可以啊 把料斗加大 然后让它正常的出料就可以 咱们的杂粮机头给搭带的是七种模具 七种花样的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个空心弯管的 还有石身的月牙弯的麻花的指管的等等 市面上大家可以看到的花形花样全部都带着的 看一下正常出道的效果啊 拿一个成品让大家看一下 哇效果非常好 这个就是我们砸的低头的操作过程 非常简单 原料出完以后我们就准备开始清理鸡头 把汽油机关掉 拿着这个专用的扳手 把我们的大帽卸下来 趁着刚停机这个热镜快速的卸下来 是比较好清理的 这个非常烫啊 找一个手套或者毛巾垫一下 把一蹬 蹬出来就可以了 哇 直接又分离开了 抓住罗套中心的位置 轻轻的往下面一蹲 把它怼开就可以啊 把这三件套分离开就行 最后拿着我们的专用工具 把罗套上面这些大面积的残材 把它清理一下 就可以了 再次安装上去就可以进行我们的下次操作了啊 这个就是咱们砸了鸡头的操作完整流程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面粉鸡头啊 下个视频给大家发布我们面粉鸡头是如何操作的 糖素果是怎么制作的 用我们这个面粉鸡头制作的 也就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